射擊隊祝大家新年快樂 因為疫情的關係嘛 然後去年其實很多國家都沒辦法做訓練 然後其實我覺得在台灣還蠻幸運的 就是我們可以正常的訓練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健健康康 然後奧運順利舉辦 射擊隊大家都可以多拍 在去年最大的時候我可能就是 體能變比較好一點 就是體能訓練師進來了 然後就是被抓著去做體能 在我訓練過程中可能 教練給大量的時候 我比較沒有那麼容易受傷 其實我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健康 然後呢也希望奧運可以如期的舉行 不會枉費我這一年多 就是這麼努力的準備 時間變長了 那要有耐心 那我覺得要去轉換自己的心情 高一高二的時候都還是那種 很長很長的基礎訓練 就每天打課表比現在還要重 然後都是很無聊一樣的 那在這邊的話還可以跟大家 比一比啊什麼的 比較有趣 我的目標一直都沒有變 第一次打二馬 希望不能太高 所以目標就是希望可以進到決賽 就是去年過得很快 因為平常都在出國啊 準備很多比賽啊 但是去年就都沒有出國了嘛 然後在國內就是都是訓練這樣 其實我反而覺得輕鬆很多啦 雖然沒有比賽的壓力 但是就是可以很專注的在基礎上面 新年的期許個目標 希望健康平安 祝大家新年快樂 祝大家新年快樂 萬事如意 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Happy New Year 祝大家平平安安順順利利 大家都有吃飽喝好 大家好 我是不定向飛把射擊選手楊坤壁 在這邊祝大家牛年型大運 去年成績也不太好 比賽的結果不是預期的那麼好 會給自己一點就是小壓力 然後如果達不到的話 給自己要求會更高 所以在去年一整年下來 成績都不太理想這樣 那到最後發現是內心的一些 自己跟自己的對話 對 今年在年初的時候 包括全國排名賽 那其實是正常發揮啦 相信今年應該是沒問題 今年的期許目標嘛 調適好自己的心情 比賽就全力以赴啊 對 2021年飛把射擊隊 祝福大家 新年快樂 讓我們瞄準新冠 擊敗疫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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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